刚才提到唇毒 只是用我的嘴唇听不见声音的情况下 你们现在能知道刚才我说了什么吗 听不见声音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根据我们嘴唇的信息来去估计 这个人在说什么 唇语诗编其实有一个 他的研究有一个起始故事 就是2006年世界杯上 马特拉奇当时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 然后把齐达内给惹怒了 然后齐达内就用头撞了马特拉奇 事后大家都在去猜说 到底对他说了一个什么话 把他惹怒了 这个当时就有很多人去通过唇读技术 去研究他到底说了什么 唇读其实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一群弱势群体 龙人 他们在跟我们正常人交流的时候 就非常需要这样的技术 他们自己当然每个人都在龙校里面 锻炼了这样一种能力 可以大概百分之七八十地读出来 通过读唇来读出来我们在说什么 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 是不是可以用AI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也已经做到了 对一些比如说几百个命令词 在车里面开车的时候 外面的噪音特别大 或者是发动机的声音特别少的时候 语音识别声音的识别可能就失效了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用唇语的识别 我们可以做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精度 这是给出来两个展示 那同时我们其实为了做这件事情 我们也发布了全球规模最大的 这样的一个中文的唇语识别数据集 超过两千人的七百七十多万的样本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 是什么呢 我们做唇语识别不能只看嘴唇 我们还要看全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会有会说话的眼睛 对吧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下巴 我们的腮部的这些肌肉呢 也会受到我们说话的时候的这种影响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用全脸的信息 不只是用嘴唇的信息 去做唇语的识别呢 会有更高的精度 那唇语识别能帮助我们做什么 刚才提到了 比如说对龙人 他需要这样的技术 即使是对我们普通人 在造声特别重的情况下 语音识别会失效 那我们就可以配合上唇语识别 去得到更高的精度 那么刚才说到 我们可以帮助龙人去看见 普通人在说什么 这样对于龙人和我们正常人的 之间的交流 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渠道 也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在学英语 或者学不同语言的时候的 唇形的矫正 还有一些特殊的场景下 可以通过唇语来去下达指令 进行密语的通讯等等 这都是可以用得上的技术 那么前面呢 我介绍了几个技术呢 都是刚才提到的底层的生理指标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看一看 那么ASF可不可以感知到 人的喜怒哀乐 那所谓的心理状态的估计呢 我们涉及到的技术就更多一些 比如说表情的识别 面部的肌肉的动作 微表情 或者是说我们各种各样的心理状态 比如说现在是 你已经很困了 很疲倦了 还是说现在很亢奋 激情满满等等 那这方面的一些技术的话呢 在学术界其实也已经研究了很多年 最主要的或者是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去把人的情绪 分成七类基本表情 喜怒哀乐这样的一些基本表情 那么在学术界呢 也可以做到了85%甚至90%的 这样的一个正确率 但是这够不够呢 很显然人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后来出现了很多 更加复杂的去描述人的情绪 或者是情感状态的这样的一些模型 比如说Hudlik他提出的 这样的一个激活度和愉悦度的 这样的一个模型 一方面呢 是看这个人的唤醒程度 他是亢奋呢 还是无精打采 另外一个维度呢 就是他是情绪是正向的 还是负向的 等等这样的话 可以把这个更多的情绪建模进来 Platik 那么他还提出了一个情感的 情感轮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去把更好的 把我们人的更加复杂的 各种各样的情感 把它建模 进行这个 把它放到这里面去 那我们AI 做AF算法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说能够 让AI算法自动地去评估 更加复杂的这样的一些情感 但是呢 我们知道其实 如果只是通过看 来去分析一个人的情感呢 也不是那么地容易 所以的话呢 多种不同的模态 通过声音 通过手势 通过我们的文字等等 各种各样的多模态 去融合 去做人的情绪的感知呢 也变得更重要 那么更重要的是说呢 在表情识别技术 还不成熟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做应用了呢 事实上在一些特定的任务上 我们还是可以做的 特别是一些 可以把它分解成客观指标的 这样的一些 情绪的感知的技术 比如说 我们可以首先去监测 或者是检测 一个人 他面部的各种不同的面部动作 事实上心理学家呢 定义了四十多种面部动作 比如说你的嘴角上扬 就是笑的一部分 或者说我的皱眉等等 定义了有几十种 其中呢 有二三十多种呢 是可以通过摄像头去捕捉的 所以呢 我们就做了这样的系统 当大家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 如果是我们检测到了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这个地方 亮条就会往右走一下 那么大家可能也看过 Light to Me这个电视剧 那么这里面呢 就体现了一个 我们称之为叫微表情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所以微表情呢 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 可能五分之一秒 这个时间里面呈现出来 然后马上消失的 这样的一个表情 它反映了人的 更反映人的内心的 这种真实的情绪 那么现在呢 通过人和机器的 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是可以对一个人 可能他自己想压抑住的一个 非常短暂的表情 或者是情绪 然后能进行正确的感知 那另外一个 可以去把一个心理状态 进行客观化的 就是比如说疲劳 比如开车的时候 你疲劳了 你可能已经非常困了 那就非常危险 那我们可以通过去分析 它的眨眼次数 每次眨眼的时候 闭眼的时长 它打哈欠的次数 头部姿态的变化等等 包括视线方向和心率 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理指标 然后呢 去对它的疲劳状态 进行评估 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技术呢 就是可以去对一个学生 或者是一个人 在做事情的专注度 进行评估 事实上我们在2017年 2018年的时候 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国际竞赛 我们还拿到了第二名 把这个一个人的 分神的状态 分成四个等级 零是特别分神 然后四呢 三的话是特别专注 然后我们得到的 这个评估的精度 做到了0.07 可以见到这个 误差实际上非常小 那我们也是把它 分解成了视线 头部的动作 面部的动作 等等这样的一些 生理指标 然后进行综合 最后来去评估 这个人的 他的分神的状态 对这些人的状态 是否被行动 但是我们都被行动 而且会被行动 全身的状态 就是这个人的状态 都被行动